陳孝舟的容物身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刀線 就是他是一個寒冷子弟 那他可能跟趙宇平你自己本身的經歷相差還是挺大的 那你怎麼去進入體驗這個容物的內心世界呢? 對 我剛剛就也說 我說當初接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就會怕 我想說趙薇子不會找我來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因為畢竟這個小說也是還蠻深入人心的嘛 大家對陳孝舟都有一個既定的一個印象存在 所以我如果搞不好就會被罵很慘 那我們兩個的生長背景也差很多 所以對於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我也不熟悉 因為我在加拿大 所以這一部分真的是完全得靠導演靠監視靠編劇來幫我補上 應該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這個人的狀態應該是怎麼樣 就想辦法從那些地方補起來吧 那如果要是就是陳孝正在戲裡面對這個愛情的這麼一個態度和選擇 這個你認可嗎? 就是如果說超脫出來就是你不是陳孝正你只是趙宇平 站在你的角度來說你會怎麼樣就是去選擇這樣一個愛情? 就是鄭薇和出國就這樣? 我理解他做的選擇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我應該是選愛情 對 謝謝